迎接暑假的来临 素食店推出了平价优惠餐 要抢工学生市场 肯德基推出了79元的超值套餐 麦当劳摩斯汉堡则是主攻早餐的时段 推出50元早安套餐 迎接暑假市场 素食业者陆续推出优惠战 因为暑假是素食业者非常重要的战场 肯德基推出79元的套餐 共有四种不同组合全天候供应 我觉得还蛮经济实惠的 很多素食都动不动就100多块 就79块我觉得 很多夏天大家既然吹冷气 然后可以吃比较便宜的东西 素食店的主力客人还是以年轻人居多 因此业者瞄准暑假的学生市场 因为其实说暑假的话 学生他们没有上课 那他们比较出来时间会比较多 那通常都会比较习惯到素食店来 那我们觉得说 我们暑假之后也会最接连推出一些新品 这是要把握暑假商机 可德基麦当劳摩斯汉堡 有人全时段优惠 有人主供早餐时段 透过低价优惠 业者预估能够带动将近两成的业绩 而消费者也可以顺势抢便宜